主席幫我請一下水利署的署長跟農委會的副主委 麻煩請水利署副署長、楊副署長以及農委會的副主委 我先請教一下我們農委會副主委 在今天的這個決算報告裡面 你們兩個單位的預算 你們的經費是延宕執行的 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我很平和的在請教你 你們延後的原因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 在農委會這邊是有幾個因素在考量 一個就是崩塌地 如果他自然在富裕在執勝的話 我們會考量盡量不要用減少工程的方式進去 所以在第二個就是有些地方在執行的時候 要跟NGO團體跟當地居民在溝通 那基本上我們就說 大自然如果自然會富裕的話 我們就減少工程進去 比如說在崩塌地有700多公頃 後來在98年的時候 93年開始嘛 那發現有370公頃 自然就富裕了 那我們就減少 講話短說 對 這個你們打算要怎麼處理 目前這個部分 是到100年結束了 那剩下保留款大概是1億多 因為你們上游處理不好 這個下面水庫處理的再好也是沒用 對不對 所以我不是用苛責的態度來指責你們 但是好像是可以加強溝通 加強執領方面的事情吧 是 這個包括這個 我們跟一些這個造林地 補償回收的部分 我們都是林務局 所以你們水保局啊 跟林務局這邊啊 應該要加強溝通 加強相關的工作要趕快做 預算編列出來啊 當時編列的時候 都是你們送出來的計畫 然後到送到 這個清建會 主機處那邊去整合出來的 對不對 要有的承諾 當時不是當時的承諾有問題 就是你們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事後 事後可能執行上有問題 是這個 我是覺得需要去做檢討啦 是 延當那麼久啊 我是覺得這個平常講 一日後你們再 再有什麼預算要送進來 大家都會畫個問號嘛 是 對不對 你到底是估的正不正確 第二個 你們有沒有能力去執行 對嗎 好不好 然後請楊組長來 請問你們延當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是 有三個主要工作項目延當 第一件呢 副作為先 請回好了 第一件是我們電廠防淤的改建工程 本來它就是一週發現的電廠 我們改成能夠有排淤的功能 這件工程因為難度非常的高 然後招標的過程當中 產生了廠商資格裡面的一個 時機的一個條件的爭議 後來經過工程會的協助呢 我們延當了大概一年半的時間 這個案子決標 所以啟動的時間稍微慢了一點 那第二件工程是我們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裝裝調整式工程 這個是一個在下游地區 新的一個蓄水的空間 可以有一個禮拜的一個存量的工程 在施工的過程發現它河床裡頭 有非常多的早期埋的這些垃圾 那這些垃圾呢 不是我們所主管的 所以有很多的垃圾的分量要去做 那這個整個的工程 增加了垃圾處理的時間跟費用 也能當了大概一年半的時間 那第三件工程主要是 自來水公司的龍坦淨水廠 這個工程目前已經完工 但是在過去的期間 它因為用地的變更 跟地上的土地的取得 可能有一些民眾有意見 延宕的時間大概也拖了一年多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些都是應該要 這三個原因要歸納 第一個 是跟別的單位協調上的問題 是 換句話說 你在規劃的時候 你就沒有想到 我要去跟哪個單位去做協調 第二個就是簽約 這個 現在很多全國的各個工程 簽約以後沒有想到 這個廠商又變來變去 或者是出了什麼資格問題又等等 舉例像台北市現在的問題 大概都是這樣 這兩個問題 麻煩 那你們現在有沒有加強在做協調呢 是 這些問題我們都非常的想快 能夠盡速來解決 還有 我也跟 跟那個使主長這邊講 日後再有工程 所有全國各個部門的工程 去問問工程會 那個約啊 這樣子簽到底也沒什麼問題 對不對 搞出來真的現在全國各個地方的工程 大概都會出現這樣子的問題 沒有得標的人去告 得標的人以後就用什麼工程要展期等等 待會我們請教交通部 武陽也是類似這種狀況 全國的工程可不可以做得稍微好一點 至少在簽約那個時候 該注意 而應注意的時候 都要把它 注意好在在裡面 好不好 是 儘快把它 這個 這兩件工程都已經解決 因為你們這個預算 當從編列到我們通過 我都在當地委 我都看了那麼多年 真的是 對你們 說你們不努力嗎 也不對 可是 重要的環節 我們事後用事後諸葛來講 當時都可以想像得到的 對不對 你做的工程 一路做下來 你總會碰到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都事先在編預算的時候 在做規劃的時候 就應該會思考到這樣子的問題 好嗎 是 主席時間站 你可以幫我請一下交通部的次長 現在麻煩請交通部許次長 市長這個 部長今天沒來 這個他昨天有打電話跟我講 他到台中去陪總統去 做一個這個一個重要工程的 一個事情 部長在講話講的在4月4號 當高速公路啊 全國大堵塞的時候 他就講真不像話 請問他講這個真不像話 據你所瞭解 他是在指責你們交通部呢 還是指責開車的人 這個實在是我 我不太方便帶他打了 不是 你當然需要的 你的態度也很重要 這個 了解他的他的個性的話 應該是指責我們自己交通部 對 如果他指責老百姓是不對的 那當然 他指責 他指責這個老百姓啊 這是你們該做而做的 而且我所瞭解他的個性 他也不是在指責他自己 對不對 他也不是在指責指責這個用路人 他當然是指責你們高速公路局 應該去協調這個交通單位 或者是警察單位 來做疏導的事嘛 對不對 他是沒想到 所以沒想到你們該做而未做 同樣的像 昨天有人提到這個車牌的事情 他如果說他也有類似講說真不像話 他是指責誰 他是指責你們 這個這個這個 你們你們剛才是指高工局 是不是啊 還是 還是在指責廠商 還是在指責 我們 我們 我們這個使用 這個我們立法委員 你不該提出這樣子的問題 他是在指責誰 應該是指責自己 我們檢討自己 平常講啊 都是 都是你們自己出的問題 我相信 葉部長不會在指責老百姓的 他的 他是 我是 但是你們要把話講清楚 免得人家都講說 真不像話 好像在指責 你們不管是哪個工程出現 像舞陽出問題 像哪邊哪邊出問題 當然都是你們的問題嘛 你去怪老百姓 去怪媒體 沒有意思的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這個意思 在怪老百姓 在怪媒體呢 所以我也希望媒體 讓老百姓相信我們 我們應該是指責自己 不是應該 當然是指責 不要又應該 市長 這是你們該做到的 舉例上車牌的事情 發出了十萬 先做了十萬個 對不對 現在發出去的有兩千個出了問題 是不是這樣子 是 那在倉庫裡 目前發出去只有兩千 那在 在倉庫裡呢 其他的還 還 還沒有做 還沒有做 只是有這個 這都是你們該想到 應該要想 比方想 你們去怪廠商 可能也沒有道理 你們一定跟廠商欠的約 就是按照你們的規定 讓廠商來做嘛 對不對 除非廠商沒有按照合約 我規定 舉例 我是這個 二十公分乘上三十公分 如果他做這二十公分乘上三十公分 那當然是他的問題 否則就是你們的問題 像這個號碼會重複 那廠商 平常也一定按照你們的要求 他不 你不會叫他 簽一個什麼開口合約 我就全部委託你來辦 是不是這樣子 你們是全部委託 廠商來負責設計 負責來生產嗎 是不是這樣子 請招呼 招呼局長來打 報委員 那這個部分 我跟委員說明一下 那個約是怎麼簽的 這個號碼的規劃 是我們在做規劃 當然 現在講說會重複的 譬如說 現在是重型機車跟遊覽車重複 那事實上來講 原來我們的想法是 比較簡單一點 說機車跟遊覽車 它雖然是號碼是槍頭 但是應該不會辨識有錯 那這個部分 不要又應該 不要又應該 大家平常講 如果說 有的時候他只會照到那個車牌的時候 叫做 我那個 那個什麼什麼 那個 違規射數只照到那個的時候 當然會 當然可能會 會弄錯啊 跟委員報告 這個平常講 這個都該房就 可以 可以房子掉的嗎 我們會來處理 對 不是你們要處理 碰到事情 你們處理 平常講就是在浪費公帑 麻煩把螺絲把它鬆緊一點 市長 真的 平常講 你們的毛部長也好 葉部長也好 在我的 我個人認為 他們的做事能力都很好的 可是 怎麼會老是碰到這樣的事情呢 請問 唉 武陽的事情 當然是你們合約沒有去把它管制好嘛 又是簽約的時候 可能沒有把細節想好 對不對 這些事情 點底的 累積的效果 對老百姓 對你們交通部 會打問號的 對你們打問號 對我們的執政也會有問號的 我想 我們不能再 再容忍太多 我告訴你 就對你們再放縱的話 老百姓無法接受的 對 再發生這種事情 該檢討就一定要去檢討 對不對 像這種車牌 老早就有別的委員提出來過了 當時該做的決定 把他收回來 今天已經沒這個事了 不是這樣子嗎 真的 慎重的 慎重的給你們講 今天對你們講的很客氣 不要讓我們有委員 大家 對你們拍桌子罵的時候 大家就很難看了 好吧 謝謝 好 謝謝 非委員 也謝謝